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不好说太细的事是怎么回事 虽然三国演义的成熟时间还有争议缺乏实锤 但是马攻守这个职务确确实实是元代的官 三国演义里公孙赞看到关张二人分局部攻守和马攻守时 感慨的如此可谓埋没英雄其实有两层含义 一层含义就是基层工作限制了二爷三爷的手脚 英雄无用武之地 另一层含义是攻守这个职位在元代实在是藏屋内构之地 妙小妖风大 实浅王八多的典型 二爷三爷这样的英雄人物要是长期待在这个位置上 什么英雄气都磨没了 一个地区治安环境的好坏 无过于盗贼数量的多寡 某呼上嘲讽美欧治安环境的神帖 无不证明了这一点 基层警察的勤政与否与社会安宁更是正相关 元代规定每年绩效考核的时候 各路补道官要尽心寻警 即使各路盗贼全数按期捉拿 凭绩效的时候也是次亿等 无贼为上 辖区内总有贼又总抓不到贼的算下等 南方战山为王的土匪虽多 如果剿匪得当 道清民安 那更是政绩捉住 应该关生一等 正所谓与其花经历破案 不如花经历防范 元代签发的攻守 是维护元代基层社会治安的主力 他们作为县卫司 巡检司等武道官的助手 承担了基层县衙 大部分的苦差事 然而元代 攻守职级太低 又无固定薪税 仅为官府差发的利益 职权完全依附官府 因此他们向上受主官的压迫 向下则压迫比自己低位更低的百姓 在大元短短几十年的寿命中 攻守这个职位迅速蜕变 和元亭签发攻守的元役 背道而驰 比如官二爷 他的马攻守职位 是大哥刘备给的 刘备要是起了什么心眼 要在县里弄拳 二弟三弟 那不得全力帮衬 上下贯通 意味作弊 说的就是这样 比如官宇 在三国演义中 说起自己的来历 是因本处世好以示灵人 被无杀了 逃难江湖 五六年已 这个身家 在元代案规矩 是当不得马攻守的 因为元代明文规定 攻守必须是 没案子在身的包银户 撕献户 才能当 而且三年一换 然而规矩 是人定的 只要情况合适 没什么不可冒犯的天条 比如元代最能打 最凶残的攻守 是毛葫芦兵 这帮人里面 就多的是亡命之徒 有点星际争霸中 喷火兵 都是纵火犯的意思 也就是 刘备哥撒人意 同样的环境 同样的事情 换个人做 情势就大不一样了 比如现期破案 原本是元庭 为了调动基层 积极性做出的规定 但是原法比较严苛 破不了案子 抓不到贼 上官要扣钱 下面的攻守 要打板子 如果刘备不想扣钱 又不想自己的兄弟 被打板子 那会怎么样呢 现成的例子 出现在并周县 那里的攻守 以善考虑 作为服出名 如果这六个字 还不足以形象的说明情况 妄自垂皮苦楚 捏合指示 虚令招任 就是这些抓不到贼的攻守的本事 攻守的正差除了抓贼 还有给朝廷的刚运当向导 时间长了线里 所有物资压车的活也给攻守干 这事情本来是苦差 可在元代 攻守们愣是给整成了肥差 那些进水的交通要道 攻守们一出动就要强征民传 而且横行霸道的骚扰其他没有被征用的民传 以至于搞到水面上行传稀少 各地物价腾跪 严重影响正常商业活动 作为基层警力 攻守如果打算维护一方平安 那呕心沥血累死都正常 可若是攻守横下一条心 和县位一起抛弃自己的保镜安民之职 那攻守的破坏力就太强了 攻守本身是忠护 衣食无忧 又不服劳役 如果不想保镜安民 那他们就会整天在街上闲逛 闲逛就算了 他们还会纠集闲杂人等 将路过的陌生商旅拦住 随口编个茶道茶 淘军的名头 把落单的旅客捉拿拷打 洗掠财物 这个场景大家大概浏览一下 描写港英廉政公署相关故事的电影 也能明白 说起来 港英政府治下的警察 确实比中国其他地区的警察更接近元代的攻守 元代攻守本是元代为稳定基层而设 但是元代的政治腐败速度飞快 原本夹在攻守身上的枷锁除掉后 攻守在元代开始展现出维护治安保镜安民的另一面 不论罗冠中是不是明初的人 当马攻守不攻守是埋没 甚至毁灭人才的概念 肯定从元代延续到了明代 我们现在在看公孙赞那句埋没了英雄 是不是能体会出更多的意味呢 另外说起来 香港警察拜官二爷的习惯 也算是有点历史传承的味道